净土集 净土集 应光大师 法语经法 尊敬的孙会长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以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今天是日本东京太和经中学会 2017年岁次丁永 举行中原祭祖护国席灾 训练法会第二天 今天这个第一节课 我们继续 与大家来学习 应光大师 法语经法 昨天我们学习到第六段 昨天学习了五六两段 这个第五段 主要是告诉我们 因果无虚 这个印竹 第一句就是对我们开始 虚之因果无虚 就是善恶因果 六道轮回 三世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善恶果报的因果 它不是希望的 不是说我们相信就有 不相信它就没有了 今天早上 我刚才看了 在YouTube的网路上 有一个节目 介绍十电严网的 从第一电 第二电 这样介绍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介绍的也相当详细 的确非常值得提倡 这个网路 我想也需要 跟我们社会大众 来分享 不管信佛不信佛 有没有信仰宗教 跟自己都有切身关系 最近我们在台北建坛 青年佛动中心 举办了两岸三地 中华传统文化 青年学习营 我们的课程就是因果教育 内容就是 请故宫退休的 唐怡玲老师来介绍 台中将一只 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 这个第一变相图 这次介绍的也非常生动 深或学生的 回想 好评 那么想到第一变相图 我记得2004年10月 江老师这个 原作 发展 第一次就是到日本 京都 光明市 举办了 由华杖来主办 那一次的发展 也经过 13个年头了 那天跟江老师 吃饭 提到这个事情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我们往后 这个因果教育 还是要不断的来 提倡 才能救这个事件 那么第六段 主要是 告诉我们 怎么免获得福 要怎么修 举出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 戒杀吃素 要洗福 要弘法立身 多念观念圣号 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 这样就能自利利人 自他恶利 今天我们接下来 学习第七段 我把这个第七段的文 念一遍 七 户国习灾 根本方法在于念佛 一切灾难 其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 若近人能念佛 则此业即可转移 如能有少数人念佛 一可减轻 这个第七段 跟我们这次举办佛动 这个主题也相应 就是户国习灾 户是保护 国是国家 国土 习是止习 就是停止 灾是灾难 就是我们要保护 国家 国土 人民的安全 那么前提就是要止息灾难 让灾难 让灾难不要发生 这个灾难 有天然的灾难 灾祸 有人为的灾祸 一般讲 天灾 人火 那么根本 就是最根本的方法 怎么达到复国习灾呢 灾与念佛 这个道理 一般人 很难理解 没有信佛的人 他是根本就不会相信 怎么念念佛 就能复国习灾呢 他不相信 这个没有学佛的人 他不相信 那当然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学了佛的人 也未必相信 有的也未必相信 只不过学佛的人 他不至于去反对 心里总是有疑忽 大多数 半信半疑的 是战罪多的 那么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一定是这样的 虽然念佛 但是呢 有很多疑问 有怀疑 如果这个念佛法门 这么容易就 深信不疑了 那佛在弥陀经啊 就不会说 这是男性之法 我们做三十系念啊 每一场都要 念三部的弥陀经 一时念一部 那佛这一句话呢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 佛说这个经啊 是男性之法 所以没有学佛的人不相信 那我们不会觉得很奇怪 学佛的人不相信 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呢 他的道理太深了 我们不但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就是已经正果的阿罗汉 全教菩萨 都还不能够完全相信 可见的是真男性 所以佛在经上讲 这个法门啊 只有成了佛了 才能彻底圆满的理解 所谓 为佛与佛荒能究竟 那么我们 反忽 这个罗汉菩萨 全教二臣都 难免会有怀疑了 那我们反忽 当然啊 有怀疑 但是如果我们 把这个怀疑能够放下 相信佛在经上讲的 是千真万切的事实 深信不疑 那我们就有福报了 就善根深厚了 虽然还在凡夫地 那实在讲啊 你相信这个净土法门不凡一样 信念念佛求生净土 现在虽然是末地凡夫 环绕一品没有断 但是肯定啊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到西方啊 不断超越二臣啊 也超越前教菩萨 也超越啊 这个明信见性的菩萨 这个真的是男性中的男性 男性能信啊 那这个功德啊 不可思议 只要我们深信佛在经上讲的话 不要怀疑 这样就对了 那么话虽然这么说 在生活上遇到种种问题 还是有怀疑 因此啊 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就很需要了 我们敬老和尚 九十一岁了 还在讲 无量寿经 大经可主 为什么一直在讲 讲了几十年啊 男性之法嘛 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目的就是帮助我们 断疑 深信 道理 方法 境界啊 根本讲透彻 讲明白了 我们疑根断了 信心自然就生起来 所以讲经为什么讲经 听经为什么听经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 四十九年天天讲经说法 为什么 无非啊 帮助众生 断疑神信 一听就相信 就不怀疑 那是素质善根非常深厚 这样的人啊 才不要怀疑 但是这毕竟还是少数 大多数信佛的人啊 都是半信半理的 比较多 所以要听经文法 讲经说法 特别净土经论 他的深入 那么念佛 是复国袭灾根本的方法 这个过去 我也常常跟我们 静宗同修来分享 在十几年前 大概有十八九年 有一次我到 美国西雅图静宗学会 一下飞机 吃个晚餐 那就讲开事了 那么那个赵会长 就给我讲 现在我们这边的同修 遇到一个困扰 有疑问 希望我先帮他们 解答这个疑问 那什么疑问呢 因为静宗学会的同修 遇到慈悸的连流 那么学会的同修 星期天 大家都会在学会 念佛共修一天 那么遇到一些慈悸的连流 见他们说 应该要去做一些慈善救济的事 不能你们自己在道场念佛 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 都没有慈悲心 要去帮助他们 你们这样 念佛只是自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享福 不顾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 是小惩罚 小承认 只顾自立 没有发利他的心 不是菩萨道 没有慈悲心 那么这些同修听了 也有道理 是 那我们应该 不能在念佛堂念佛了 应该去做一些慈善救济的事情 但是他们定的星期天 共修 这个时间都定了 那也不能随便取消 那你静中学会就是要念佛 修净土宗 在日本的试验 净土宗试验也很多 那造成这些同修的困扰 到底练还是不练 到念佛堂 练没有去做慈善救济 没慈悲心 那不练 这个 弥陀经 无量寿经 佛又欠我们要 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 到底念还是不念 造成困扰 那这个困扰就是怀疑 好像没有遇到事情都不怀疑 遇到这个问题来了 那大家疑惑就生起来了 信心就动摇了 所以到了那边 我也大概知道 这个慈悸的连流 也是好心好意 它也不是恶意 它也是好心好意 欠你来做慈善救济 那是好事啊 但是呢 可能这个连流 这个对恋佛法门 他不了解 他不知道 对于念佛的功德利益 他并不了解 所以他才会这么说 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 一定是不了解 他才会对这个静宗同修这么讲 那静宗同修 实在讲 自己本身也对恋佛这个道理 不了解 或者了解的不够 不够深入 所以人家这么一说 信心马上动摇 所以我就给他们解释 我说 慈悸啊 做慈善救济 这是好事 是有需要 我们念佛人啊 当然啊 这个世界有灾难啊 我们也要去协助嘛 并不是啊 不去救灾 那么 慈悸的连流啊 给静宗的同修讲啊 就是 哎呀 你们这个 是关在门里面 念佛啊 对众生没有帮助 他讲这个话 没有帮助啊 他在受苦受难啊 你对他没有帮助嘛 这一般人听起来 当然是很有道理的 你坐在那边念佛 也不去做慈善救济 那对这些受灾难的众生 怎么会有帮助呢 他们有提了这个疑问 那我就跟他分析啦 我说实在讲啊 这个 念佛跟救灾啊 是两方面的事情 念佛是习灾 就是印竹在这边讲 户国习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 我们念佛是习灾 习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灾难啊 让它不要发生 叫习灾 让它止急下来 或者呢 就是大灾难啊 让它减轻化为小灾难 小灾难啊 化为没有灾难 它是习灾 那么静忠同修念佛啊 是做习灾工作 慈祭啊 连流啊 去救济 是做救灾的工作 救灾啊 就是灾难发生啊 要去处理善后救灾的工作 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 那习灾重不重要啊 我就当时问大家 大家还想不通 大家想到底习灾重要还是救灾重要啊 想了大概30秒啊 终于佛力加持 大家想通 哎呀 习灾重要啊 当然灾难不要发生最好嘛 灾难发生去救济 那当然要救啊 不得已嘛 我们总不希望啊 发生灾难 我们去救嘛 我们总是希望啊 不要发生灾难 是不是这样比较好 好像人身体一样啊 怎么预防啊 让他不要生病是最好 那病了没办法 当然要去治疗啦 病了之后去治疗就像救灾啦 遗防不要生病啊 就习灾啦 我这样讲啊 大家明白了 我说你们在念佛堂啊 是做习灾工作 而且要认真地做 要认真啊 一心专念阿弥陀 知道这个道理啊 拼命地念啊 因为呢 它是复国习灾根本的方法嘛 那怎么可以不认真念呢 我想慈悸的联友啊 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啊 他们也会拼命念佛啦 这个复国习灾啊 根本方法在于念佛 现在整个世界的领导人啊 也都不知道啊 现在我们看整个世界呢 每一个国家呢 领导人怎么来复国习灾呢 制造武器 发展高科技 发明杀人的武器 越发明啊 越精巧 越厉害 杀伤力啊 越严重 发明种种武器 最最最严重的是核子武器 日本是唯一啊 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 那么发展武器 彼此大家都发展武器 有绝对的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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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啊 是没有 没有绝对安全的 谁敢保证的绝对安全 你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核武 你就绝对安全吗 没有 答案是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现在呢 美国的核武最多 他的武器最精良 科技最尖端 那他应该很安全啊 911之后啊 以前在美国搭飞机啊 像搭公车一样 搭国内飞机啊 根本就不要检查了 现在呢 草木皆兵啊 每一个人啊 都有恐怖分子的闲礼 那这说明什么呢 你拥有这么大的核武 你的国家安全吗 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那不用那么紧张 那说明啊 还是佛说得对啦 这凡夫啊 科学家呢 都不错误的 如果全球的人类 所有的领导人 都知道这个方法 那这个世间啊 真的就像天堂了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两句 就是 应主的开始 根本方法在念佛 下面这一句啊 一切灾难 那这个一切灾难 那这个一切灾难就是说 所有的灾难 天灾人火 自己个人的 这个家庭 社会 国家 整个世界 种种的灾难 那这些灾难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无缘无故 出现的呢 不是啊 灾难啊 是果报 有果必有因 绝对没有那种 有果没有因的 有因没有果的 因果 一定有 但是这个因当中还加上一个缘 它才结果 灾难 灾难加上灾难 它结果 得灾报 灾难加上灾难 得灾难 得灾难 那叫灾难 那叫灾难 比如现在发明这个核子武器 是恶因 这个因有啦 但是没有那个盐 它也不结果 那个核武摆在那边 它不拿出来使用 大家就不会 受到毁灭 大家做了很多 放在那边 那个叫因 我们用这个比喻 不要浅浸 因当中没有缘 它就不会结那个果 那如果恶因再加上一个恶因 像现在呢 一天到晚我看那个报纸 北朝鲜跟那个美国的富呛 你要用核武 我会用核武打你 那个就是缘 那个因大家都有 恶因都有 那加上这个缘 如果这个缘成熟 那打起来 那就果 那个果就 这个果 现前 那就要受那个爆了 受毁灭性的 果爆 那这样啊 因缘果爆 详细讲就是因缘果 简单讲叫因果 两个字 所以一切灾难啊 那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造 恶业啊 贪嗔痴 杀到云 忘以两舌 其以恶口 十恶业 心里的思想 都是贪嗔痴慢 以恶见 简单讲到贪嗔痴 详细讲是六大烦恶 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都存这样的心态 不管个人或者国家 都是这样的心态 那贪嗔痴就造恶业了 口 必定是妄语 恶口 两舌其余 生造杀生偷盗邪淫 造十二月 那十二月造多了 那这个灾难就现前了 那天我们在建坛上这个因果教育 利益变相读这个课 唐老师也很用心 把江老师画的那个 做到那个被蛇咬的地域 那一段 他在网路上去找 就是说我们地域 每一道当中他都有六道 实在讲 记足的讲 应该讲十法界 从佛法界 菩萨法界 圆解法界 身文法界 天法界 人法界 修罗法界 畜生法界 恶鬼法界 地狱法界 死法界 那么每一个法界呢 都有死法界 地狱当中也有死法界 恶鬼当中也有死法界 畜生道当中也有死法界 修罗道当中也有死法界 人道当中有死法界 天道当中也有死法界 在天台中讲的 在天台中讲的 百戒千乳 十乘以十就乘一百 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 重重无尽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道 那我们人间 也有人间也有第一道 所以它是 不晓得是什么非洲 那些西洋人 很会拍那些 动物奇观 那个蜥蜴 被那个一千条的蛇 这样追着咬 那个蛇很长的 速度很快的 好像飞一样 飞的一样 所以把这个人间 那些 人间的第一道 再来 让我们去对照 真正第一道的景象 那么在人间 我们看到都很恐怖 那第一道 那是不可思议 无法用原理去形容 无法用原理去形容 那么那些 怎么会有那些果报呢 我们在第三时都要做孝蒙山 一开头 就引用法言经 佛给我们讲的 若人亦了之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皆行 一切唯行造 都是众生 心想善不善 照做出来的 你的思想 行为 善还是恶 善它都献善的境界 恶它就献恶的境界 离开心 离开心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以前 有人印那个死法界图 当中就 画一个圆眼的 写一个心字很大 然后旁边就死法界 那个也很有 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看到 现前 世界上的灾难 就是到 在生前 造恶业 受这个灾难叫花报 那死了之后 还有果报 果报在三恶道 第一恶鬼出生 人间 过去今生造恶业 现在在人间 受灾难是花报 死了之后 第一恶鬼出生 那是果报 从第一恶鬼出生出来 再到人间 还有余报 这个很麻烦 所以地藏经 佛给我们讲 事故众生 莫轻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先好守之 父子至亲 其路个别 纵然相逢 不肯代说 太苦了 要知道了 这个灾难 都是众生造恶业所感召来的 太上感应篇一开头第一句 就给我们讲 霍福无门 为人制造 霍跟福没有门路 都是人自己找来的 自己制造出来的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失过之神 以人所犯轻重 而夺其算 算尽则死 我们学习第一变相图 再配上太上感应篇 这个就相得欲章 这个以后 我们要长时间来学习 因果教育 那么这个两句 运煮很简单 很恶要的 给我们指出来 一切灾难 都是众生造恶业所感召来的 不是上帝降临 也不是阎罗王 给我们的 上帝阎罗王 都是根据众生 三恶业 你造什么 他根据我们所造的 来做一个判断 执行而已 真正的因 是在我们自己 自己的心 那么下面讲 再给我们说明 这个念佛习哉 若近人能念佛 则此月即可转移 静人就是 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都能来念佛 当然念佛 也要断恶修缮 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 如果 如果 念佛不断恶修缮 一边念佛一边造恶业 那还是会有灾难 所以印竹上面就讲 一切灾难 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 灾难所众生恶业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断恶修缮念佛 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断恶修缮念佛 那当然 这个世界的业就转了 地球就不会有灾难 世界真的能和平 如能有少数人念佛 亦可减轻 如果能够有少数的人 念佛 那也可以减轻灾难 不能完全没有灾难 那少数人真正断恶修缮 真正念佛 也可减轻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 所有的人都断恶修缮 再来念佛 也不是这个意思 照恶业的人 那么我们也鼓励他要念佛 虽然他这个恶业 还没有办法放下 比如说杀生他 他还做不到 那只要他肯念佛 我们都鼓励他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再不鼓励他念佛 那他这个月一直照下去 那不是越来越严重吗 他便利念佛 他总是有种善根的机会 要让他种这个金刚种子 种金刚种子 所以 对于还没有相信英国的人 我们还是见他念佛 只要他肯接受 不肯接受呢 给他讲啊 让他听一句 看到佛号 也给他种个善根 对他都有帮助 金刚种子 给他种下去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 在台北联合录音公司 以前我们老上奖金 都是拿到中广去播放 先到录音公司去录制 那个林老板现在退休了 那个时候啊 有一次他给我讲 因为平常我也去那边录 我录台语的 闽南语的 他给我讲啊 他说呢 有一个一夜电台啊 有一个时段啊 免费的不要钱 要给我们播放节目 他说这一个 一夜电台 那就是专门给那个 补仪的人听的嘛 就是抓仪啊 那抓仪就是杀身啊 就是给他们听的 他说这样行不行啊 我们佛教啊 第一个就是提倡不杀身 然后给那些人 听这样适合吗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啊 你要播那个 练佛的功德利益 练佛的功德利益给他听 练佛的感应故事 练佛啊 可以保平安 免灾难 他这个船开出去啊 会得到保佑 我说你播这个 播这个呢 大概大家都会接受 你不要播啊 你现在杀身啊 将来做第一 肯定他马上关掉 所以我说 播当然可以播啊 你看播什么内容啊 那什么话 对什么对象讲的 我们想这个会下地狱 那个已经是比较深入的 那给他讲他才会接受嘛 对于一般人他不相信 他不接受 那讲说这个 这个念佛啊 对你出去啊 船开出去保平安 那这个大家都需要啊 所以你看那个 我去那个大陆啊 普陀山 那普陀山 观念菩萨道长 那边住的通通是移民 桌山青岛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他们就是抓鱼的 那抓鱼的呢 他们拜不拜观音啊 我看一样拜啊 他们希望传出去啊 不要遇到灾难 还是念观音啊 观念菩萨也保佑他们啊 慢慢啊 再劝他回头 要散巧方便 所以在普陀山 周山那边的通修啊 还有通修呢 没有吃前述的 有一次去啊 这个通修不要讲 哎呀 他婆婆煮的那个鱼太好吃了 我说先 如果 还不能前述啊 那吃山青岛吧 所以尽量啊 劝人念佛 念佛啊 他业障慢慢减轻消除啊 以后啊 他这个业 才有改变的机会 才有改变的机会 如果这个机会都不给他呢 他永远 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招二业的人啊 我们也欠他要念 让他种善根 过去 过去我记得在讲那个五戒相经监料 这个 广化老法师他也收集这个 这个经典戒历里面的 经典戒历里面的 有一个加沾连尊者 我念《毕头经》都会念到这位尊者 遇到一个屠夫啊 遇到一个屠夫啊 天天都是杀生的嘛 天天都是杀生的嘛 那看到这个杀生的 那么他就 有缘啊 遇到了 要帮助他 他说你 来受个五戒吧 那五戒第一条就不杀生了 那他的职业就是杀生了 他就讲啊 我受这个戒啊 那我就 没工作了 我的职业他就是在杀生的 他说他没办法 后来加沾连尊者就说 就问他呢 那你上班的时间是 一天当中啊 你总没有二十小时在工作吧 几点到几点 他说一大早 杀生一大早 就去杀生了 因为到市场去卖嘛 那加沾连就 用一个方便法 他说那么你就 你就持半天的戒嘛 就发现了 你半天不造杀业 在佛前受这个戒 受半天的 二十小时受十二小时 那么他到中午大概就下班了 中午以后到凌晨十二点 你就受这个时段的戒嘛 他说这样还可以 你下班了不工作了 可以做到不杀生了 他就在尊者面前受这个半天戒 后来啊 死了 他受半天戒的功德 杀生有杀生的果报 两个果报 所以有一个人啊 七经山看到 看到一个人啊 白天 看他在地狱受苦 到了下午啊 到晚上啊 看他在天堂 因为他半天造恶业嘛 半天在地狱 那半天受戒了 半天在天堂 那这个是尊者的慈悲啦 尊者如果没有开个方便法 那么他二十小时通通在地狱 因为他还能接受半天啊 就给他半天的机会 先给他修 所以我们欠家人 念佛啊 也是要善巧方便 你不要直接想啊 你因为侠地狱啦 你这个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啊 你不讲还好 本来他是半斤啊 你一讲他吃一斤给你看 那你不是 要帮他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嘛 这样就错了 要善巧方便 以前我在家学佛啊 我父亲也是不信佛的啊 那杀生吃肉 大家都觉得正常嘛 我们学了佛才知道 哇 这个因果太可怕了 但你要欠他呢 没有一个善巧方便啦 他是不接受的 他也不会相信 那将来果报就更惨 所以我就用个善巧方便啦 我说这个 千词三千诺 跟他沟通啦 还有这个他要拜拜 拜神 要烧金子 我说烧啊 尽量烧 我说烧一张啊 念一句阿弥陀佛 那效果更好 他就很乐意接受 那后来他接受吃早上的 还有初一十五 他也很守这个规 这个承诺啦 真的早上啊 他就肉都不吃 初一十五 但其他时间呢 还是要吃的 那这样就不错啦 有进步啦 所以度假人啊 也要看他的善根福德怨恋 对一般人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尽量欠人恋佛啊 总是对他有帮助 善人欠他恋佛 恶人还是要欠他恋佛啊 不然恶人他永远没有得度的机会 那么有些恶人啊 有自卑感啊 我造恶业之多 那么我们就要把佛说 观无量寿经这个请出来 让他有改过回头的机会 五逆十二呢 只要回头啊 愿意接受这个法门 佛多色受啊 这个佛大慈大悲 真的到极处啦 不但善人要度 恶人啊 更要度 而且度恶人还是优先的啊 因为社会上少一个恶人啊 这个社会就少一分负担嘛 那么这一段啊 给我们讲复国徐哉 根本方法在念佛 真正要达到复国徐哉啊 就是断恶修缮念佛 我们再看第八段 这个念佛法门啊 大家都知道啊 目的 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求往生到西方净土 往生到西方净土啊 我们才能够了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 在六道生死轮回太苦了 苦不堪言 那么在六道里面啊 我们想想啊 我们现在在人道 大家想想 我们这一生来做人 从出生到现在 你感觉这个世间快乐吗 我们或许会讲啊 有时候也有快乐 那是我们凡夫的感觉 如果照法法经啊 妙法连法经 佛在妙法连法经给我们讲 简单讲叫法法经 说三界通苦 三界六道 只有苦没有快乐 我们也有快乐啊 升天堂不是快乐吗 我们在人间啊 有时候也会享受快乐啊 佛给我们讲 那个快乐也不是真的 那个乐过去苦就跟着来 叫坏苦 那个乐叫坏苦 坏就是坏掉的 不是 不是 长久的 所以 在这个世界修行啊 起码要震阿罗汉 超越六道 那才有快乐可言 那才有快乐可言 但是还没有得到究竟 要成果才究竟 安乐 那起码要震阿罗汉 没有震的阿罗汉 在六道里面啊 只是苦这个轻重不一样 通通是苦 苦苦 坏苦 辛苦 三界同苦 我们要觉悟 那么觉悟了啊 你才会发心啊 哎呀 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啊 不用断烦恼 可以待悦往生 只要基足信念 这样念佛 一念十念 都能往生极乐 这个在五死结以来 在六道轮回啊 我们生到人道 能遇到净土法门啊 真的比中第一特奖 不晓得书胜多少啊 不但千载难逢啊 是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啊 这个不止千载啊 是无量节啊 所以念佛法门 是为了求神净土 了脱生死而赦的 特别为我们凡夫赦的 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 没有办法断三界的见识烦恼 我们就正不了阿罗汉 就脱离不了六道 只有这个法门啊 烦恼一品没断 你只要真信发愿 要去西方 这样念佛啊 临终佛就来接引 我们到西方去 到西方啊 再去断烦恼 在那个世界啊 阿弥陀佛是老师 十方诸佛老师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断烦恼很容易 一直到成佛 这是我们念佛啊 主要的目的 就是求生西方净土 那么有一些人啊 以为说 哎呀 念佛就是只是求生西方净土 在现在呢 这个消业障 他就不知道了 那以为呢 念佛只能求生净土 那现在的消业障 没帮助 那印竹啊 当时啊 可能有很多 连友 有这个疑问 所以特别啊 举出来 但其消除业障之力 极其巨大 那不但求生净土啊 在现前消业障的力量 也非常巨大的 所以 官无量寿佛经 这部经啊 十六官后面九品往生 下品下生 照作五逆十二 临终之前遇到善之士给他开导 欠他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他就真信发愿求生西方 这样啊 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一句佛号 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那可见得这个 五逆十二都能度了 那这个消业障 力量之巨大 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那我们对这个一定要深信 好 那么今天啊 我们就学习第七段 复活息灾 根本方法在念佛 第八段啊 念佛法门啊 虽然为了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涉 但是要知道啊 那个消除业障力量啊 是无比的巨大 我们要啊 常念佛 也要欠啊 有缘的人 亲友 来念佛 消业障 征服会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第八 明天还有一天 我们就下面啊 两段 九十 明天 继续再来学习 祝大家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金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